去年美国众议员联明致函给当时的国务卿庞皮欧 呼吁将我国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现在有好消息了吗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更名的相关事宜 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 目前正在美国跟美方官员进行闭门的对话 而对此美国国务院虽然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强调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而行政议长苏贞昌则表示肯定 台湾人的代表处认为本来就应该叫台湾代表处 台美关系升温双方进展又更进一步了吗 英国金融时报揭露 美国政府更考虑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美国资深官员正与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外交部长吴钊燮在距离华府 大约50里的马里兰首都举行特殊管道对话 金融时报也说这场会议设定为 机密会谈是拜登政府首次跟台湾进行高层 面对面的会谈 台湾人的代表处本来就叫台湾代表处 互合事实方便便是容易区隔 我们很感谢相关国家都往这方面发展 往这方面发展后台湾的能见度更高 允许驻美代表处的名称加入台湾的字眼 得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薄的力挺 美国国安会内部跟国务院处理亚洲事务的官员也表示支持 但仍需要拜登签署 行政命令才会有效 国务院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议题 但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 台湾是领先的民主政体 也是关键的经济跟安全伙伴 越来越多国家会把台湾视为台湾 然后也会更愿意把台湾就是称为台湾 未来可以有更广阔的这样趋势 甚至有更多国家愿意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话 我觉得也是对于台湾的外交是有注意的 我想对于国际朋友的辨识 以及对台湾的代表性上来讲 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的 如果顺利更名 这将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 双方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进展 但势必冲击美中之间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 记者先为学生台北报道